布魯塞爾恐襲事件發生之後 全美的反恐警戒升級 而在數個月之前 發生過恐襲的洛杉磯的地區 機場以及捷運車站等等區域 也都提高了警戒 南加聖伯納迪諾恐怖襲擊 才過去三個多月 今天比利時布魯塞爾 又發生大規模恐襲事件 代表洛縣和聖伯納迪諾縣的 名選官員 今天表達了對恐怖主義的譴責 布魯塞爾恐襲 觸發美國反恐警戒升級 在人口稠密的洛杉磯地區 相關部門部署大批警力進行安檢 包括MetroLink Metro等 洛杉磯縣市大眾運輸系統 以及洛杉磯國際機場 都加派警力巡邏 但是在本地的影響 我們繼續觀察 我們在LAX的警察上增加了 我們在LAX的警察上增加了 所以你會看到更多 K9的警察 更多車子 警察 很多我們的隊伍正在這裡 只會更顯示 除了那些 都在整個平常和平常運動 機場呢 是本次比利時 布魯塞爾恐怖襲擊當中 恐怖分子攻擊的重點對象 而今天我們來到 洛杉磯國際機場發現 今天的機場是異常忙碌 不少等待的旅客呢 也表達了對機場安全的一些憂慮 我們很擔心 但我是一個聖書人 我祈禱 所以我希望神會看見我 我到家裡不走 一直在家 它總是有關心 但我感到它已經是一段時間了 我不會讓我長時間去花旅程 這樣是盡量注意的 但是我們相信官方各方面的措施 應該是會處理得很好 旅客當然會擔心 除了巡邏警力加強 洛杉磯機場的國際航站樓 今天還出現電腦系統故障 導致大批旅客滯留在航站樓大廳 排隊等候 機場警方表示 在布魯塞爾空襲調查期間 警方會持續嚴格監控機場的安全情況 絕不掉以輕心